總統蔡英文和家哲恩在關底用餐 沒想到家人卻經常確診 除了蔡英文要被隔離到14號 先前有去關底參加防疫會議的 行政院長蘇貞昌和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都被列為要自我健康監測到16號 但因為蔡英文快晒陰性 這兩位高官當天就宣布解除監測 但看看先前金融市長林佑昌 才因為接觸確診者只隔離3天 被罵犯後改變成10天 但通常的教育部長潘文中 同樣也是接觸者的接觸者 卻自我健康監測了3天 但蘇貞昌和陳時中卻不用 難道防疫又有雙標 就連阿妹的演唱會 衛生局都發了9000多則簡訊 通知參加的民眾要自我健康監測 反觀大官們卻自行宣布解除監測 難道是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政府官員如果在他的行程中 也被匡列進去的時候 應該要比照老百姓這樣子的作為 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不能是老百姓非常的被政府要求 而政府的高官卻對自己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防疫遇到官員就轉彎 這要乖乖遵守規定的老百姓 如何吞下這口氣 記者張道彭去郭豪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買才是最划算的